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谈一谈 中医如何治疗治愈神经失调 对于什么是治愈神经以及治愈神经失调会引起哪些症状不清楚的朋友们 可以回去看我们的上一集 我们这一集就暂停来谈一谈中医如何治疗治愈神经失调 在谈谈治愈神经失调,我想先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个从心理方面,一个从生理方面 这样会比较清楚 从心理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大部分会有治愈神经失调的人都是属于个性比较追求完美的 或者是他常常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也或者是说他平常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 然后让他的一个心理长期处在一个紧绷 高压的状态下 这时候他的精神可能没办法完全放松 精神没办法放松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他这个 肌肉整个肩膀整个都收起来了 全身肌肉也会比较僵硬 所以你就发现,你这样磨他的脖子啊,肩膀啊 哇,这个硬得像木板一样 真的很硬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呢,你就会发现有个现象 以西来讲就是交感神经比较亢奋 交感神经亢奋大概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说要逃难了 要战斗了是不是整个要紧绷了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呢,你如果常常处在这个状态呢 你身体就没办法平稳下来 而且呢,重点是 会让你晚上没办法好好地睡觉 大家知道我们晚上要好好睡觉就是 你肌肉也要放松,心也要放松 这时候就自然的入眠 所以呢,睡眠的问题其实在于有自愈神失调的人 这个问题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当你睡眠障碍 出来的时候呢,就引起一系列 比如说内分泌啊,神经系统啊,还有代谢失调的一个状况 所以整个就会缓缓相扣就引起好多好多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又引起你的自愈神经更加失调 所以在做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 我想源头应该还是在于心理上的部分必须解决 对于那个心理上的紧绷 平时什么方法可以调理呢 虽然网路上大家可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看很多书也学到很多调整心理的方法 这些方法其实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态 心理压力状态 其实各有一些好处跟方法 我想这里就先提供一个比较简单的 你随时可以放松紧绷情绪的方法 就是你用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这个呼吸吐纳很简单 用鼻子吸4秒 嘴巴吐8秒 就是1比2 你也可以鼻子吸3秒 嘴巴吐6秒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你随时如果说你紧绷了或有压力的时候呢 你就 鼻子吸 嘴巴吐 一吐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 精神肉体开始有点放松了 如果说你常常会紧绷 你就紧张 你就用这个方法 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还蛮不错的 我工作中比较忙的时候我就发现 我紧张起来 我随时想到就用这个方法 马上就可以很安稳的 很顺单的继续工作 所以我想这个方法是先提供给大家 我们再来谈谈从生理上 如何去理解 知识神絲失调的这些问题 我们刚前面其实谈到就是 知识神絲失调的人 他脖子肩膀肌肉会特别特别的紧绷僵硬 为什么一直会特别 常常谈这个问题呢 因为实际上呢 这个脖子紧绷僵硬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因为我们头部的重量 大概只占我们整个体重的十分之一 我们的这个头部呢 其实就是靠这个所谓的 颈椎 或者是颈椎这边的肌肉 来支撑我们这个头 但这个颈椎发生一些退行性的一些 病变的时候 比如说你颈椎如果错位 滑脱 或者是狭窄 又或者是有些颈椎的椎天板突出 这样的一个问题 甚至比较严重有些 它会压迫你的颈椎的椎动脉 或者刺激你周围的神经的一些系统 这个神经的系统其实包含很多 包含所谓的 简单讲就是 交管神经跟副交管神经 尤其是交管神经 这个时候会受到刺激 这时候就引起一系列的症状 这些症状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大家会很惊讶有哪些 睡眠障碍 耳鸣 还有重定 光是前面这三个问题 就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而且很难治疗 再来呢 它可能会引起慢性的一个 长长的偏头痛 甚至会眩晕这样子 另外呢可能会引起很多 眼睛的疾病 比如说青光眼 你怎么说青光眼跟这个有关 我们临床就发现了 你在治疗青光眼眼压很高的 这个青光眼的患者 你从你脖子把它放松 把它处理好 它的眼压其实会慢慢的会降 而且有时候不是慢慢降 是瞬间就降下来 所以这个真的是有关联 不只是这样子 而且还有眼睛势力退化 甚至眼睛会障碰 眼睛会出现一些闪光 甚至眼睛会凸 甚至暂时性的眼睛 会看不太清楚 所以大家想 眼睛竟然跟紧绰这么相干 这个是真的 所以呢其实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问题引起好多 而且这个颈椎它不只影响到上面 其实往下呢 因为它就绷紧了 其实有点会引起你的心肌胸 成小兔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它竟然可以引起这么多的问题 而且你就发现刚刚提的这些症状 有些其实是跟 治疗神经失调出现的一个 一系列的症状里面 竟然有些重叠了 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部分的思考 不管是中医西医师 很多医师 包括很多民众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我个人独特的一个临床经验 确实上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刚刚前面讲心理上的放松 肉体上的放松的治疗药物啊 一些方法很多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要从一个最简单的不用药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我觉得从颈椎处理是一个很快的捷径 因为我们临床就觉得是说 你把颈椎去调理好了 调理好之后呢 它放松了 颈椎放松了 肌肉放松了 它交管神经就不会那么亢奋了 它就发现它比较好睡 所以有些人呢 就是他去给他推拿按摩完之后 他那天晚上就特别特别好睡 所以你从这一点其实可以得到一个启发 但你的 交管神经能够开始慢慢的平稳下来 睡眠开始好了 你就可以减少不要去吃那个安眠药了 这时候你心里也不要不会那么多压力了 然后你开始注意到你的心神状态的时候 从这个肉体开始 整个来调整 这样子让你就发现你的 知识神经失调症状开始有一个转机 开始可以慢慢的慢慢的回复回来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 特殊的想法 那我想这个东西就提供给大家 我们这里来谈一谈我个人 治疗治愈神经失调的一个临床的案例 比如说我有一个患者 她是40多岁的女士 她严重的治愈神经失调 而且呢 她有左耳 非常的重听 我第一次看诊跟她问诊的时候 她常常这样 头一脚一直顾过来 比如说她真的听得不太清楚 她这重听的问题其实已经困扰到好多年了 另外呢她容易紧张焦虑烦躁 再来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谈到的 她脖子肩膀肌肉特别特别的加韵酸痛 最严重的就是说 她的睡眠障碍特别特别的严重 而且她的睡眠障碍从大概20岁左右 就已经有了 基本上就是她睡眠障碍有20多年了 她要吃一些 帮助睡眠的安眠 镇静的西药 也加起来大概 至少快要5克这样子 看起来问题那么多我们怎么去治疗 我们的治疗的一个方向是这样 就是说刚刚提到就从 脖子后面这边去处理 你帮你把脖子后面这边肌肉紧绷的状态 把它解除的时候呢 她的胶感神经的亢奋就可以 降下来 所以我们在 头骨下这个所谓的峰直穴 安眠穴 那她也比如说顽骨穴 来做一些 针刺 在这些针刺的时候呢 其实 我们会跟着做一些头皮症的治疗 让她整个星辰更能够放松 结果呢很好玩 在第一次治疗完之后 她跟我说 她当天回去 西药本来要用到5颗 当天睡觉的时候 竟然只要大概1颗就可以好睡了 而且那一天晚上竟然一觉到天亮 她就觉得说竟然 针刺可以这么好的效果 其实确实是 然后而且她最奇特的就是跟我讲一件事情 第二次回诊跟我说 她的耳铭重听竟然当下 感觉听得比较清楚 回去的时候她发现 这个重听的情况竟然改善了一半 她就觉得很奇怪 竟然她的重听耳铭重听 其实已经大概至少4-5年以上 一次的治疗可以有这个效果 其实这个很多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 治疗的话其实有时候是 不是说你一个重症啊怎么样 或者是比较慢性命就一定要治很久才会好 有时候这个东西是 你如果说找到一些技巧跟方法 他有时候 刚好这个方法是很关键的方法 可能问题是快速可以解决的 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状况的病情可能不太一样 他的时间治疗长度有点长短的差异 所以呢 其实在这样一次治疗 他会发现整个心神啊 开始就好转 为什么他睡眠好了 比较好了之后呢 心里也放松了 这个焦虑的情况也跟着稍微缓解了 但这个整个治疗当然不可能 治疗成治疗一次就可以治疗完成 但后续他也持续有接受治疗 但是他就觉得一次一次的改善速度就非常非常飞快的进步 所以我想 这个方向是蛮有趣的一个方法 我们再来谈谈 如何用中药来治疗治愈神经失调 在治愈神经失调的治疗其实还是放松为主 所以呢 我们等一下介绍这些药呢 主要是以放松情绪 还有另外就是调整你的身体的阴阳气血 这整体来做思考 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家胃逍遥伞 大家听到这个家胃逍遥伞 逍遥伞好像可以让你放松 而且还是家胃的 所以这个药呢其实我们临床非常的常用 今天你如果说郁闷呢容易焦虑 恐慌 像忧郁症很严重的 这个逍遥伞 就很有用 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紧绷 还有睡眠障碍 再来呢就是温胆汤 你可以再加个比如说酸枣一个黄脸 这个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晚上睡不安稳 或者是你看见一些不好的东西 感觉心里会惊慌失措 这个药呢其实是有帮助的 再来就是龟皮汤 龟皮汤它的特色就是它一些 健脾补气血的一个药 它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就是我们的龙眼肉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桂圆 桂圆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安省 帮助我们睡眠 但是它要是处于那种虚性的体质 如果是火气太大 这个方其实就不太适合它 这个方呢主要专制我们心脾的气血的两虚 比如说它有时候还会心悸 容易受到惊慌失措的惊吓 而且健忘啊容易健忘啊容易失眠的部分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你心里的那个 状态有时候跟你的生理有关 像你的脾胃虚弱的 我们讲的就是说 你虚弱的时候你会 茶不思饭不想 这时候龟皮汤也有用 你的心血不足的时候 你心脏的波动就会有一点问题 就会心悸心脏就要动动动这样子 就好像会跳动了 撞击的很大力 这个龟皮汤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药方 再来呢就是天王补心丹 天王补心丹呢 它里面知音的要比较多 所以在虚火比较旺的人 他不是死火旺啊 他是有点轻微的口干 但是又不会喜欢喝很多水 常常呢就是有些心悸 但是这些症状的人 这个时候呢 就这个天王补心丹就特别的好 另外呢 就是柴虎加龙骨牡蜜汤 这个汤呢 因为还有一些龙骨牡蜜 这些矿物性的镇静的药 所以让你心神不安的情况能够安省 所以这个药方对于这个很有用 如果说你有这些症状 而且又有便利的人 这时候呢 服这个方就特别的好 再来就是甘麦大早汤 甘麦大早汤其实对我们的心神不宁 那喝千年年的这些状况和情况 其实是有用的 再来就是黄连二娇汤 黄连二娇汤对心中烦啊 睡不着啊 因为黄连可以推心火 所以心火旺呢 他会表现在什么症状呢 可能会 比如说他晚上会多梦 多梦的话 其实大部分就是所谓的 心火太旺 所以心火太旺多梦的人 我们就发现我们在手掌的老公穴 老公穴给他针刺 就非常有用 但是呢 针刺的时候真的很痛 但是这个痛一下 可是会让你那个 晚上好睡 不要不会做梦 我曾有患者 他跟我说他晚上做梦 好像就是 在被人家追赶 好像是有 有怪物要追着他一样 所以晚上睡觉很不安稳 在惊吓的状态 结果呢 我把他手掌这边有针了这一针之后 他发现 那天晚上 之后 连续好几天 几乎都很好睡了 晚上惊吓的这个情况竟然就解决了 所以这个 是蛮有意思的 以上我们介绍就是所谓的中药的一个治疗 以上呢 我们已经把中医如何治疗 治愈神经失调的方法都介绍给大家 前面一直强调就是 治愈神经失调 在睡眠障碍的处理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想进一步了解 有关于睡眠障碍的这些观念跟问题的方法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回去看我们之前播出的有关 睡眠障碍的影片 好 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做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会再介绍一些 最简单通俗的 治疗神经失调自然的保健方法 这些方法就是不用药的一些方法 如果透过 自然的生活饮食做其习惯跟心理上的调整 来改善治疗神经失调 好 我想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